如果我能变成太阳 米老鼠米奇这两天心情脏透了 一连下了几天的雨水 让她的心情变得很沮丧 空气中湿漉漉的 很多漂亮的衣服不能穿不说 上学还得撑着伞 撑着伞也不一定管事 鞋子衣服湿了浑身都难受 公路上车子不停摇摆着雨刷 司机们焦躁地按着喇叭 一辆辆的车子排成了长龙 公园里的秋千滑梯都不能玩了 米奇望着窗外稀稀利利的小雨 挂起了晴天娃娃 希望早点出太阳 让温暖的阳光 红干发霉的心情 她心想 如果我是太阳 一定会普照大地 让田地里的玉米茁壮成长 如果我是太阳 一定不让雪姑娘出门 她每次出门都让人觉得特别寒冷 太阳这么棒 为什么不天天值班 为什么还要有阴天 雨天 下雪天呢 米奇心里非常迷茫 她坐在窗前 拿起画笔 画了一幅太阳公公的图像 太阳公公大大的笑脸 看着特别可爱 雨停了 久违的太阳终于露出了笑脸 米奇终于又可以去公园里玩了 可是太阳越来越热 米奇觉得自己都要被烤化了 更糟的是 庄舰们也经受不住这热浪 都奄奄一息的搭拉着脑袋 很多都渴死了 外面热得像个大蒸笼 米奇赶紧回家 恨不得钻进冰箱里凉快凉快 米奇热得受不住了 只能靠吃冰淇淋结束 他恨不得自己变成一根大冰棍 这样就不怕太阳了 看着热辣辣的太阳 米奇开始后悔 当初想变成太阳的想法 原来太阳的脾气也是这样的反复无常啊 米奇想起了妈妈的一句话 米奇 你是独一无二的 米奇现在终于明白 任何东西都有好的一面 坏的一面不可替代 米奇望着天空高悬的太阳 好期待能够下一场雨 好让田里的庄稼都恢复生气 好让这烫人的热浪消失得无影无踪 米奇想 这样厉害的太阳并不可爱 只有懂得放线和谦让的太阳 才是最伟大的